日本首相菅義偉9月3日在自民黨的臨時會議中表示 他不會參加自民黨總裁選舉 這意味著到了今個月的打任期結束時 他將辭去日本首相職務 據日本NHK報導 當地時間9月3日上午 自民黨召開了臨時高層會議 會議只是持續了大約10分鐘 議會人士表示 菅義偉在會議中表示 他不會參加定於9月29日舉行的自民黨總裁選舉 他說自己希望專心在防疫對策 所以不會參與總裁選舉 9月3日下午 菅義偉在首相官邸召開了新聞發布會 他對媒體表示 防疫工作和參選黨總裁都需要耗費很大的心力 他無法兼顧 菅義偉說 出任首相一年來 工作以防疫為主 自己與民有約 要做好防疫工作 所以決定不參選自民黨總裁 因為守護人民的生命和生活 是自己身為首相的責任和義務 在這個消息傳出之前 菅義偉曾多次表示 參選自民黨總裁選舉 是理所當然的 以及不競選連任的決定 震撼了日本政壇